近日一段大学生无人机大赛的视频在军事迷的圈子里引发了强烈轰动 来自国内120所运校的大学生们 凭借他们手中看似简陋的自制无人机 把操场演变成了小战场 纷纷完成了一个个精准打击 自动投弹以及精准巡航侦查等艰巨任务 有网友不禁惊呼 中国这是要从娃娃抓起了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死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近日一场精彩分成的盛事 2024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总决赛 在河北定州圆满举办 大赛开幕式上纯手工打造的各类飞行器 在裁判与学生的操控下腾空而起 冲向蓝天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原本对于这项高门槛的大赛 业内人士颇为关注 但外界却支支甚少 不过近期一段比赛视频的曝光 瞬间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强烈震撼 网友们在观看之后纷纷发出感叹 这随便拉出一支参赛队伍放到战场上 估计都能轻松吊打别国军队了 先看南航大学生自制的无人轰炸机 它彻底实现了自动航线与自动投放的强大功能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这架轰炸机仅凭一台3.5cc排量的发动机 就出色地完成了精准制导投弹14公斤 在连续两次尝试中 飞机搭载的七枚沙带均从20米处的高空 无疑偏差地落在了赛事主办方 华定的指定区域实现了精准打击 此外 北航大学生自制的全自动查打一体无人机 同样令人瞩目 飞机配备了双空速管 两个小电机 GPS天线以及飞控系统 从起飞到投弹 再到着陆 全程实现了全自动执行 在比赛中 北航大学生按照赛事方要求的路径 事先在电脑上精心规划了路径与程序 随后 飞机腾空而起 朝着轨道尽头飞去 在轨道尽头 四个箱子中 三个写有数字 飞机自动计算出 三个数字中的中位数后 再将水平精准投到 对应数字的把标区域 随后顺利返航着陆 全程耗时不到6分钟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清华大学带来的无人运输级 也惊艳了全场 作为全场最大的飞机 它的空载起飞重量达到了7公斤 可以按照苏联安225运输机的逻辑 进行装卸货 在比赛中 这架运输机庞大的驿展 在蓝天之下格外引人注目 完成一圈400米的绕圈竞速后 它展示了机体内搭载的满满一大框 如炮弹般的网球 当然 所有国防棋子之称的西工大 也不会缺席这场盛会 他们带来了一架 外形新颖的黄年鱼运输机 黄色的超大一身融合体 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而特殊的形体 也赋予了它阻力小 胜利大的优势 展现出的速度令人惊叹 随后 黄年鱼也出色地完成了 空头刷袋任务 小编查阅资料得知 这项任务在比赛中 被称为对地侦查与打击 因为考虑到当前的世界局势 赛事方专门在考核中 加入了这一项目 规则要求选手需制作一架 能放入规定容器内的小飞机 容器三边长 均不能超过1.6米 比赛时 参赛团队先将飞机装入盒中 并在四分钟内完成组装 随后选手有六分钟的时间 完成起飞 打击 返航降落等任务 全程不许人工干预 实际上 除了上述名校的精彩作品 本届比赛上 一些国内不出名的学校 也带来了非常惊艳的作品 比如山东水利职业技术学校 就带来了一架全太阳能 全自动的无人机 在赛场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创新 凭借大面积的太阳能板 和超低的阻力 它仅用14分钟 就完成了838米高度的飞行和着陆 还有台湾阳明大学的垂直起降无人机 堪称赛场上最独特的作品 虽然是固定翼飞机 却能做到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 机身通过两个导风道进行控制 不仅航线灵活 还能完成高速360度自转 看到这一幕 现场观众都在惊呼太科幻了 在比赛现场 赛事裁判之一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李永新教授激动地称 未来这些孩子将有望成为中国 在航空航天领域 特别是无人机领域的佼佼者 以前网上常有说法 中国的部分大学让美国无比忌惮 确实 看到中国大学生自言的智能打击无人机 谁看了能不迷惑 说到这儿 小编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 当时西安市公安机关 接到了一则报警 根据报警内容来看 西北工业大学的信息系统 似乎遭受了网络攻击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 很快与多个技术团队一起合作 提取出了木马样本 根据木马样本 他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真凶 按照初步判定 这起网络入侵事件 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一手策划的 虽然目的不明 但这件事确实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NSA是干什么的 简单来说 它是专门负责监听各国政要 商业公司 银行 并攻击入侵他国军工网络的机构 在2009年的时候 NSA还曾制定了一个 名为涉落巨人的计划 根据计划 他们入侵了华为总部的网络 许多产品的原代码纷纷被窃取 还有任正非等人的大量电子邮件 也悉数被窃走 可以说 NSA作为美国的东西厂 几乎监听了整个世界 只要是有对他们价值的信息 几乎都逃不了被窃取的命运 然而西工大作为中国西北内陆的一所大学 它究竟何德何能 才能受到NSA如此关注 当然了 西工大之所以被外人寄予 不仅仅是因为它是985 需要650多分才能考上 更是因为它本身的科研能力超强 放在整个军工科研界 它更是被纳入了国防妻子的行列 所谓的国防妻子 指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 哈工大 哈工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 西北工大 这7所大学 这些学校典型的风格 就是在国际上排名不高 但是常受到美国的制裁 尽管如此 这些学校依旧兢兢业业 把埋头办实事 这项技能开发到了极致 像中国的许多导弹 飞机 舰船等大国重器 都出自于国防妻子之手 就拿西工大来说 自问是以后 西工大便独树一帜 主攻航天航空航海三个方向 尤其是航空航天领域 是西工大的拿手好戏 像飞行器设计 飞行器制造 发动机研制等专业 西工大都属于全国一流梯队 就这样 在批航空大佬的带领下 西工大渐渐走出了一片 属于自己的江湖 在2021年的时候 西工大还建成了 中国首个无人机测试中心 测试中心 占地面积达5000多亩 光是跑道就达到了2400米 诺大的一个机场 专门用来飞无人机 这种奢侈程度 也是没谁了 近两年 西工大还在无人机的 仿生学上大为精进 像小编之前介绍过的 信哥仿生飞行器 小笋铺翼飞行器等 都是西工大的拿手好戏 可以说 在无人机这块领域 西工大早已玩出了花 要不是因为军事保密的缘故 说不定咱们平民大众 也能玩玩西工大的仿生无人机了 除了无人机以外 在火控武器方面 西工大也是攻击赫赫 比如在2023年2月的时候 西工大就爆出了一张 2230禁防炮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来 它有点类似于1130禁防炮 但它的炮管数量更多 大概有20来根 由于炮管比较多 许多军事爱好者推测 它的射速可达2万发每分钟 射速几乎是1130的二倍了 要知道 1130禁防炮所带来的火力打击 敌人已经防不胜防了 现在再来个加强版1130plus 这岂不是要让敌人心灰意冷 用网友们的一句话来说 西工大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 必定艳压群方 一计封侯 当然了 除了科研成果比较显著以外 西工大的校友们 各个也都是猛人和大佬 像于成东 就不用说了 如今已成了华为荣耀的扛把子 抛开商业精英不谈 在整个军工和航天业 西工大也是人才辈出 比如中奎院院士杨伟 就是其中之一 他一度设计出了歼20战机 骁龙战机等大国利器 让敌人闻风丧胆 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红 也是一位人杰 代号昆鹏的运20 就是由他设计出来的 这两位大佬 凭借自己的实力 铸就了西工大 航空双子星的传奇 让人叹为观止 至于航空领域 则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 扛起了西工大的大旗 自2008年起 吴伟仁就担任了 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已实现了嫦娥四号探测器 在月背的软着陆 可以说 这些灿若繁星的科技大佬们 都是西工大培养出来的天之骄子 西工大用自己几十年来的科技底蕴 描绘了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 红大蓝图 这也难怪美西方势力 一直对西工大念念不忘了 毕竟这所学校确实窝虎藏龙 它的存在 既是中国的一套国防重器 也是一道震慑他国的有效力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记得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